索馬里警方說國會附近的一部自殺汽車炸彈爆炸導致最少5人喪生 包括至少兩名首位大樓士兵 與基地組織有關的索馬里青年黨聲稱對星期六發生在首都摩加迪沙的爆炸事件負責 他們表示這類襲擊將會繼續 有關官員說滿載爆炸物的小型汽車在抵達國會大廈前一個檢查站被士兵攔截時爆炸 爆炸發生時索馬里國會正在開會 大約有12人受傷其中有7人來自附近難民營的平民 索馬里青年黨一度佔據索馬里大部分地區 但後來被非洲聯盟以及索馬里政府軍趕出部分重要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